他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跟中文圣经有一点不相同,有谁发现? 他那个翻译是准确的,中文圣经翻译不准确,耶稣对正在信他的犹太人。 我上个礼拜讲的西方国家神学家,把他翻译曾经信过错掉,原文不是曾经信过,是正在信。 以后我有机会给你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把那个圣经改掉。 上了恩待我们,各位也是各位的福气。我们这里上个许可我们,有个地方可以讲圣经的道。 今天我没有讲这个题目以前,我有一点想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们是信宗教的,要小心。我在研究,宗教是没有头脑,不讲道理的人性的。 所有宗教都是不讲道理,又没有头脑的人性的。 今天有报道,在巴斯斯坦,有6000个人的聚会,伊斯兰教,有个聚会6000多人。 我们这里差不多60人吧,600人也麻烦,才6000多人更麻烦。 里面有一个最虔诚性的伊斯兰教的人,爆炸自己,他自己炸弹,杀掉52个,100个受伤。 这是每全世界的人,有头脑的人,讲理由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伊斯兰教,有个非常叫人死的副作用。 全世界,所有叫人死的副作用的药,都要取消。 我常常记得,因为我觉得很可怜。十几二十年前,有几个小鸡,因为有叫人死的病。 上百万的小鸡,都要挖一个大坑,他们倒下去,然后埋葬。 我觉得非常可怜,非常不忍心。一百万的小鸡都要新生,因为有几个小鸡,有叫人死的副作用。 现在伊斯兰教有这么多叫人死的质病,人还是照着信,照着跟随,照着报警来。 就是不讲理由,没有头脑。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变,因为这是现实。 世界上所有,特别是在美国,凡是有叫人死的副作用,都要取消。 所以所有宗教都应该取消没有人性。连这六千个,没有那么热心的人。 他们是最热心的人,是最害死人的人。 OK?感谢主人的,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能够讲现实。 今天是得救的人是怎样的?要认清楚啊。 我把他电邮到其他地方去。 我邀请他们,欢迎他们把我的奖章打印出来。 然后发给他们周围的人。 因为你这样做,你可以保护自己。 也叫周围的人知道,清楚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们不能随便欺骗你。 给他们知道,你有头脑,也能够讲道理。 他们不能轻易的就把你欺骗。 叫他们你周围的人知道,这是保护你自己最好的方法。 把这个奖章分发给你周围的人,亲戚朋友认识的人。 还有,有时候在想,我们这种人可以信耶稣。 世界上,他们是谁,胆敢不信耶稣。 这就是,不信就是个罪。 我们是主张全世界,比赛做好人。 不是比赛做恶事,是比赛做好人。 比赛一辈子不迟到。 比赛一辈子不撒谎。 比赛一辈子不反淫乱。 这样来比赛,全世界就一定好。 我担保,没有人能够反对。 感谢主恩典。 我今天开始七十八了,李宾。 可以讲这一种话。 这是上帝恩待我。 我已经七十八了,感谢主恩典。 得救人是怎样的,要认清楚。 不要人家欺骗。 耶稣允许他们必晓得真理。 得救人晓得真理。 连诱汉八章三十一节, 我们也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不单只是普通的人, 神学家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 因为神恩待我们, 耶稣允许必晓得真理。 耶稣对正在信耶稣的犹太人说, 那边还有, 耶稣是第一个, 两千年前来世界上取消犹太教。 这话是我曾经讲的结论。 整个新旧的圣经, 从创世到启示录那条系统结论出来。 就是两千年前, 耶稣要取消犹太教。 犹太教的人把他杀掉, 钉在十架上。 还有把他所有的门徒, 连死罗保罗, 这样的好人, 这样有学问的人, 他们都把他杀掉。 他女孩信犹太教。 这不是糊涂吗? 都没有头脑吗? 不讲道理吗? OK? 这是正义的事, 感谢主恩典。 耶稣对正在信犹太, 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所以这篇讲道也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们想要保护自己, 想要信耶稣, 想要去传道, 这是最好的机会, 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你第一篇, 你还可以用这些圣经说, 得救人是什么人? 晓得真理。 得救人是什么人? 常常遵守耶稣的道。 这一句也可以。 得救人是什么人? 常常遵守耶稣的道。 得救人是什么人? 是真耶稣的门徒。 真是耶稣的门徒。 你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一点, 有好几个可以讲的。 你可以把它拿, 耶稣说, 常常遵守的道。 然后呢, 你们必晓得真理。 今天我是用这个, 必晓得真理这个。 我没有用他们遵循主的道。 他们是真是耶稣的门徒。 我今天是用这个, 你也可以用那个。 所以你这里非常容易, 你三个, 你选一个就够了。 或者三个也讲, 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中国我就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有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讲的时候, 你能不能再讲久一点。 我们这里要看时间, 感谢神人点。 那, 门徒问耶稣说, 这是第一点。 刚才, 耶稣应许他们必晓得真理, 圣经的真理。 门徒问耶稣说, 为什么你像众人用比喻? 耶稣回答说, 天果智慧的奥秘给你们, 不给他们。 耶稣说的。 那么你说, 耶稣偏心了。 那你去问耶稣, 不是我华。 去问耶稣。 这是我是找到, 马太十三章是一写, 耶稣说的。 因为, 天果的奥秘智慧给你们, 不给他们。 耶稣的门徒, 问耶稣, 为什么向他们用比喻? 耶稣说, 他自己回答, 天果智慧的奥秘给你们, 不给他们。 这是圣经里面说的。 耶稣应许门徒说, 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 耶稣应许他们必晓的真理。 第二点, 耶稣说, 这个真理是给你们的, 不给他们。 耶稣应许门徒, 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 只是你们现在头脑迟钝。 这句话, 我们中文也不敢翻译出来的。 耶稣说, 他的门徒头脑迟钝, 不能明白, 现在不能明白, 将来可以明白。 用圣灵给他们施洗, 帮助他们。 耶稣采办圣灵来, 说我要采办圣灵来, 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 记得一切那两个字, 一切真理。 非常要紧的。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糊涂人, 他们现在还有新的启示, 新的启示。 记得, 凡是有这种人说, 他有从神那里, 新的启示。 你就点出你的头脑, 说, 你在撒谎。 我就是这样回答。 全世界, 任何人, 胆敢说, 他们还有新的启示。 我就点出这里, 神现在正在告诉我, 这是最新啦! 正在告诉我, 你在撒谎。 就是这一件圣经。 因为圣经死了一万一件, 写出来了, 一切真理, 已经给他们了。 耶稣释谢了他们的应许。 神的神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了。 两千年前, 使徒彼得写出来, 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 感谢主的恩怜。 上的恩态, 我们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能够发现, 这些经文, 而且把它连起来, 非常准确, 而且通顺。 神的神能, 看起来, 是神的神能。 将一切, 关乎我们地上的生命, 关乎我们敬拜信神的方面, 都已经赐给我们。 看起来, 非常清楚, 学在这里。 所以凡是有人说, 他们还有新的启示, 就一定是撒谎。 是从这些圣经来的。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头脑也没有想到。 这些智慧, 两千年前, 特别给使徒保罗的。 所以, 使徒保罗到了玻璃多, 他说, 我非常害怕, 战战兢兢。 他不是怕死, 是怕传错道。 是怕没有把神, 叫他讲的, 完全讲的清楚。 是怕这个, 传世人糊涂不明白, 以为守保罗怕死。 不是。 是怕他讲的道, 因为其他人没有听过, 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头脑也没有想过。 现在神叫他, 负责把他讲解出来。 所以他战战兢兢, 必须非常小心, 把他研究得好。 好像我今天一样, 感谢主人一点。 我尽我的力量, 把他研究得好, 排列出来。 因为你们肯花这个时间, 一起来修习, 对我来说, 非常宝贝。 如果你现在累了, 要睡觉, 开始睡觉, 不要紧了。 听这些剧就行了。 看见我这样讲到了。 你这么累, 你也肯来, 我还要欣赏。 只要借神, 只有借神, 借助圣灵向我显明。 所以, 必须有神的灵, 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 耶稣应许, 史罗保罗把他讲得很清楚。 除了在神, 讲道理, 道理非常通顺。 除了人, 在人里头的灵, 你自己的灵, 谁知道你的事。 上帝恩待我, 感谢主的恩典。 我有个非常好的老婆, 太太。 我们结婚五十多年了。 你刚刚过了五十年, 还不能讲多是吧。 OK。 她还没有办法知道我每一件事情。 我这个头脑变化太多, 她还没有办法。 OK。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我是想解释告诉你, 我太太跟我生活五十年, 过了五十年。 她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的事。 OK。 除了人里头自己的灵, 谁能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事。 我们必须有圣经, 我们必须研究它, 研究清楚, 把它研究通顺。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所以我常常说, 神的恩待我, 神恩待我。 因为神的恩典, 我今天能够认重。 感谢神的恩典。 强解圣经, 小心, 自取灭亡。 你强解圣经里面, 自取灭亡。 好像我刚才这样讲, 因为我要讲简单的东西。 希望这里有一些教授、 博士, 原谅我。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 没有读博士, 也没有读大学。 所以我要用简单的方法。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耶稣对正在信他的犹太人。 说这些, 正在信他, 他们把它翻译成为, 曾经信他。 你可以说他改圣经, 也可以说他强解圣经, 自取灭亡。 因为这个圣经真理, 能够救你的魂。 你把他搞错, 救不了你的魂。 好像你吃错药, 你的病医不好。 这是很简单的。 那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一切信上所讲论的, 这是信中有些难明白。 当时的人难明白。 现在我们有信用圣经, 非常容易明白。 感谢主的恩典。 因为神恩待我们, 现在我们有整本信用圣经, 可以从他摸了, 打他研究清楚。 他们没有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明白。 那些没有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2000年前已经有。 没有学问, 不坚固。 是什么人? 他这个渔夫, 没有读过书的, 他胆敢写这些。 这些人没有修问, 不坚固。 强解圣经, 要灭亡。 彼得讲这个话。 彼得讲这个话, 厉害。 为什么他胆敢讲这个话? 《史如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 耶稣亲自用圣理给他识许。 把圣经真理灌输到他头脑里面去。 他不需要自己学, 耶稣把他直接灌输进去。 好像书榴一样。 所以他写出这些。 第一点, 得救人, 病小的真理。 记得吗? 因为我发现, 上一次我讲那个, 我们信耶稣的人, 能够什么? 能够不信焉。 能够不破酒。 能够不赌钱。 能够不淫乱。 能够不爱钱。 你们记得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高兴。 我是希望以后, 我都用这个方法。 希望你们我讲的, 你们都能够背下来。 得救人是什么呢? 晓得真理。 明白神的真理。 记得啊。 第二, 他们是神儿女。 得救人是神儿女。 倘若我当月日久, 你们,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当怎样行。 神的家里面是谁啊? 你啊? 神的儿女啊。 很明白啊。 在神的家中。 这一点你必须要有。 能够转弯啊。 转这一点的话呢? 你在神的家中。 神的儿女。 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我们这里叫基督的教会。 神跟基督是一个。 记得啊。 这是约翰十章三十节。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死的一样讲的。 凡不行正义的。 不是神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能行正义。 是神儿女最大的特点。 他们能行正义。 有其父必有其子 还有得救人有基督的头脑 这个也是他们没有翻译出来 但中文没有翻译 英文翻译出来了 看下 The mind of Christ 基督的头脑 清楚啊 基督的头脑 好像今天我这样解释圣经 好像如果你有时间 礼拜天下午能够来 我有两个小时 可以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他们欧洲人 这些英文圣经里面 要把曾经性翻译成为 曾经性过 正在性翻译成为曾经性过 因为后面 后面37节 耶稣说你们要杀我 40节 你们决定要杀我 59节 他们拿去石头 立刻就要打死耶稣 正在信耶稣的人 怎么能够想要杀耶稣 就一定要杀耶稣 要把耶稣杀掉 讲不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前辈翻译成为曾经经过 现在不信 所以要做这些恶事 讲得很通了 好像了 OK 但是呢 是错的 这个 很难解啊 明白啊 所以我们必须有基督的头脑 你没有基督的头脑 你解不通 感谢死了 所以得救人是什么人 认识真理 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怎么分别 有基督的头脑 有正义 第三啦 他们完传像天父完传一样 这一点 传世纪就说 我们太夸张了吧 你能够完传像天父完传一样 你还要信耶稣吗 他这样讲法 这些人就说糊涂不讲道理 他们不认识圣经 但是呢 是圣经说的 耶稣说的 主耶稣说 你们要完传 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传一样 耶稣说的 你要完传 像在天上的父完传一样 你说耶稣讲的话不行吗 你说耶稣讲错吗 那你还信耶稣吗 你说耶稣太夸张吗 那也麻烦了 怎么耶稣说过 你们要完传 像在天父 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完传一样 马太五章四十八解 你解不通 你要谦卑学习 你千万不能够批评 耶稣说的话太夸张 或者什么东西 荣业之后 你要完传 像天父完传一样 你就完传 像天父完传一样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解通 想办法把它活出来 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替代基督 清楚了吗 近了一点吗 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的时候 你把耶稣穿上去 你完传了没有啊 你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 神不是看见你 祂不是看见成就汉 祂是看见耶稣基督 明白吗 成弟兄 明白吗 看见我就麻烦了 看见我已经要下地狱了 明白吗 看见耶稣基督 因为我把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把它穿上 你要继续不断地把它穿上 不要穿一下就脱下来 好像我有时候 热的时候我就要脱下来 这个衣服 你要把耶稣一直穿上去 不要说一下就脱掉 我现在这样子脱掉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信耶稣 人家说 你信耶稣如圣经 我把圣经丢给祂 你要圣经了 我现在可以打你了 OK 不是这样的 明白吗 要把耶稣成为穿着的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 因他们的话 信为人祈求 就是我们 使他们都后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在基督教会里面 就是在耶稣里面 就是在天父里面 明白了吗 这是基督的头脑 明白吗 我们在基督里面 就是在父神里面 你已经在父神里面了 你完全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耶稣说 你完全了 你在父里面 你躲在自己 直接在父里面 问西家 第一 得救人是什么人 明白真理 第二 他们是神的耳里 第三 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记得 不是靠自己 是靠你在什么 基督教会里面 在主里面 在父神里面 信而受洗进去 然后一直把耶稣穿坐在你身上 第四 他们都在基督教会里面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我们知道 他们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主将得救人 放在教会里面 使用新教二战47 传天下都应该知道 但是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很多 欧洲人也不知道 你看他们一圣经翻译就知道了 他们欧洲人 只有有一本翻译的对 就是三百年前 英国王帝 吩咐他英国里面 最有学问的人 招去来 翻译圣经 那本圣经翻译出来 主耶稣把得救人的人 放在教会里面 你们清楚 问安 物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 问你们安 当时的教会 都普通称为基督教会 当然刚才你也有读到一些 叫做神的教会 基督跟神 耶稣说 我以父 原为义 所以这些没有问题 清准问安 物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 以前的教会 都是基督的教会 圣灵 立你们做 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 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基督的教会 这些圣经 也是你必须翻译对 才得到的 Purchase Church of Christ 这是我把它纠正写上去的 我们中文翻译 神的教会 中文这里也是翻译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的 这里文法不通 你看见没有 这里文法不通 如果你这里是基督的教会 就通了 就是基督 用基督的血买来的 看一下 基督 基督 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 通了 如果你是神 那个神 神用自己的血 神是灵 灵没有血的 他们解不通 所以你那个神 的教会解不通 因为诱汉四章二十四节 神是灵 你要有血 你必须有肉体 所以神道成肉身 成为耶稣基督 有这个肉体可以流血 他们不明白 我也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明白 因为他们不是神儿女 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 如果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门徒曾经问他 记得吗 我刚才讲那个 马太十三章的十节 门徒来问耶稣说 为什么 耶稣啊 为什么你向他们用比语 不直接告诉他们 耶稣说 天果智慧奥秘 给你们不给他们 清清楚楚在这里 这些他们没有办法明白 这是我们在香港 学英文的时候读文法 文法里面想清楚了 神的教会呢 你这里就讲不通了 你可以 浮过去 但是我们上天长这条路 不能浮的 你必须要清楚了解 总的言之 所有得救人在什么地方 所有得救人在什么地方 基督的教会 记得啊 基督的教会 所以你常常问 你们的教会教堂名字 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千万不要说 你们圣经端 不要讲这个话 你们这个教会名字 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记得啊 只有糊涂人才说人家糊涂啊 记得啊 原来我讲了以后才知道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句话 是非的人说人家是是非 OK 总而言之论 我们不需要说人家是异端 我们只需要问 他们讲得到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他们教会的名字 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而且不许口解释 只能够说有或者没有 因为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刚才我们讲 马太五章四十八节 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是就是不是 又不是 若再多说 出于恶者 魔鬼 OK 所以千万不要说 不要再解释 如果他不立刻把它写出来 把它讲出来 说我们这个教会名字 圣经里面没有 如果他不这样讲 他要解释 他一解释 他就是恶人 耶稣说的不是我 OK 他立刻就犯了一个罪 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那是我的马后炮 会下棋吗 将军的时候就用什么 马后炮 OK 上天恨点 这些 上天恨待我 我知道的 好像不够多 但是足够用 我会用我知道的东西 总而言之 你要牧养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是谁牧养 长老们 神令你们做传群的长老 前面有没有 有啊 在这里 监督 也叫监督 也叫牧师 看到这些 你们都当为自己谨慎 也会传群谨慎 牧养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用他的血买来的 通了 全世界应该知道 这样才讲得通 耶稣说 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筑在这个教会 耶稣基督 耶稣叫我的 我的教会 其他人都要叫什么 耶稣基督的教会 好像我的太太 你们都要说什么 陈太太 你把他叫成女太太 你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我可能要赏你一个什么 巴掌 明白吗 要小心啊 这个话一定要小心的 全天下不能 胡说人家的太太啊 OK 第一个是什么 毕小的真理 第二个是什么 神的儿女 第三个是什么 像天 完全是完全 什么啊 完全像天 OK 我明白圣基的真理 等一下我会给你分译 联系一些 绝对不在中派教会里面 绝对不是 中派的人 你要警告他一次 警告他二次 没有一件事情 跟他们一起做 因为你确实知道 确实知道 这的人背道 犯了罪自定制止罪 定制的罪 所以非常危险 千万不要搞 去中派教会 你情愿不要信 若是你认识人 属于中派教会 你有责任 把这个奖赞给他 若是你要说 那些人 那些是恶人 这中派教会是好人 请你可以审掉那口去 不要跟我变 等用来在审判 你的基督那里变 犯罪犯法作恶 被坐哪坐牢 老是恶人 看人的魂 被盗犯罪 定罪 下第一 永远受苦 不是作恶吗 想清楚一点 我英文特别 迈论一下 Think Two 应该是Think Twice 看看有谁能够读Think Twice 结论了 感谢主恩的华纳 得救人就是这些 第一什么 明白真理 第二什么 神的耳灵 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还有 基督教会里面 不在宗派里面 还有一点可以加上去 他们能够不吸烟 过酒 不赌钱 不赢亂 还有什么 不爱钱好像最难过 不爱钱最难 一起来一次 一二三 明白圣经真理 神的耳灵 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在基督教会里面 不在 哎呀 第五个不要算了 不要讲人家的东西 不要算了 第五个把它改成 我们得救人能够什么 不吸烟 不喝酒 不赌钱 不疑万 不爱钱 我特别要记得那一句 不爱钱好像很难 而且感谢主恩的 记得如果你要参加 希望你能够来参加 抽时间 11月27号 下午一点半是吧 聚餐 然后呢 我们有特别的